请在神明电视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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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报恩的地方 因为我看到很多老人家住在这边 这一定是他侄女很孝顺 他希望他的父母在这边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活 甚至有可能他这辈子很努力赚了很多钱 他终于有机会退休 过一下自在的生活 看看电视 散步散步 念念阿弥陀佛 当然我认为 佛陀教我们的生命最大的快乐 就是祝福别人 关心别人 生命最大的痛苦 就是只想到自己 我儿子怎么办啊 我身体怎么办啊 我的钱怎么办啊 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样得到快乐 那就是不要自私 多为别人想 包括那些 鸟怎么办啊 地上的蚂蚁怎么办啊 所以整个美国怎么办啊 多为他们想 你会觉得这种想法你就会开智慧 这就是文殊复杂的智慧 这就是文殊复杂的智慧 以一个光怀别人的爱 然后去想怎么样 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世界更好 那不会让你起烦恼 但是如果你晚上一直想 我老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朋友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然后你就会睡不着 心情不好 生病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 如果你问我说 哎呀师父 我现在很多很多烦恼 那怎么办 然后法师就告诉你 那我们去帮助别人 你就忘了 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 我在这边再讲一次 有一位女孩子 她到了40岁了 还嫁不出去 然后又黑又不好看 她活得没意思 所以她就决定 跑去跳河自杀 过得太痛苦了 那个时候有个老和尚 经常在河边打坐 老和尚打坐不是为自己 她想说 有人掉下去她可以救 有动物掉下去她可以救 这就是她的打坐 太慈悲了 结果她听到 咚有人跳下去了 老和尚赶快跳下去 把她救起来 当然了 这个女孩子就骂老和尚 哎呀 你不要 你不要救我 我活得好痛苦啊 没人要我 我长得很不漂亮啊 很丑啊 老和尚说 既然你已经救起来了 有一个地方需要你帮忙 反正你没事干嘛 各位记住 你千万不要去问人家 你为什么痛苦 因为越问我越痛苦的 小孩子跌倒 你不要问他哪里痛 他会哭给你看 你马上给他糖果 他就忘了 记住哦 记住哦 你千万不要跑去人家医院 躺在那边 你哪里痛 他刚痛完了 你又问我哪里痛 你就让他觉得他在痛 所以佛教的方法永远 就像我经常去看病人啊 心情不好的人啊 那佛教就叫我们 念一下 转念 就是不要停在那个痛苦 去想到那个快乐的 温暖的 充满爱的事情 就像各位佛教徒叫我们 阿弥陀佛 对不对 因为那个地方叫极乐世界 太快乐了 天堂也很快乐 极乐世界也很快乐 然后你就会超越痛苦 所以老儿上就跟他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边有个老人医院 很多可怜的老人 你现在没事嘛 那你就去照顾照顾他们 如果你心情不好啊 再来找我 结果他就去了 他既然没有死 他就去天天照顾 他觉得哎呀 哇老人医院的老人 好可怜啊 他照顾他们的时候 就忘了自己痛苦 结果那个老人医院的 功德主是一个大老板 很有钱长得又帅 他之所以有钱帅 就是因为他出钱照顾老人 帮助穷人 但是他经常拿去钱 他就想 哇怎么有一个女人 这么有爱心 天天照顾老人 他薪水多少 里面的院长说 这个不要薪水的啊 这个人家来帮忙的 哇这个女人好美哦 因为这个大老板 有钱人漂亮的 看多了 来找她的都是 因为她的钱 她怕了 但是她看到一个纯洁的美 她就老板就天天去看她 这个女人真美哦 哪一天就要她吃饭哦 后来呢 两个就结婚了 你看 那个女孩子才知道 哎呀 她一来感谢老和尚 老和尚你说 你看嘛 当你去关心那些可怜老人的时候 你快乐 而且你看 哇 你老公这么爱你 因为她老公爱她 哎呀 老公就出更多的钱吧 老人也做得更大 照顾更多老人 那这位 这位 所谓丑丑的女人 终于找到她人生的美 对不对 那她老公爱她 更爱 因为她心好 所以我想 如果你问我如何找到快乐 因为我们也经常去老人宴 带老人去买几只尿 给她打开 放声 她很快乐 带她念阿弥陀佛 她很快乐 让她去点点灯 她很快乐 这样 所以各位 前面的花漂不漂亮 好美哦 来 以此香花 供养诸佛 令佛欢喜 当愿众生 相貌庄严 一切满愿 家庭如花园 将来去净土 那你现在心漂不漂亮 因为你祝福他们 脸长得漂亮 家庭像花园 将来去花的世界 人花极了世界 你经常用花 这样去做 你心里啊 这些花就跑到你心里面来了 那别人看到你就看到 你的心灵花园 好美哦 好庄严啊 没有压力的 所以我想 那这个就是我们修行 就是修这个 所以不要找自己麻烦 更重要 给别人快乐 所以就像刚刚他们拿了好吃的水饺给我一吃 一吃 心情好 拿一些还有那种香菇脱水的 哇 一吃 这个好 不会伤我 心情好 吃完以后我要吃几个樱桃 嗯 配味道 好 所以我心情就很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佛法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各位千万不要抱怨 然后呢 把快乐给对方 也去赞叹别人的好 那你心情好 请问身体会不会好 会的 会的 想太多 很计较 头会痛 有话说不出 压抑会咳嗽 肺会痛 爆发的人会心脏病 有事情不能消化 会胃溃疡 压力太大 不得不作又抱怨 会腰痛 各位会不会腰痛 骄傲的人会腿痛 膝蓋痛 贪心重的人会糖尿病 肾脏病 甲状腺 三高 贪 秤心的人 秤的人会心脏病 会肝病 那这个都是佛法所讲的 贪的病叫水的病 秤还生气叫火的病 傲慢有傲慢的病 所以我想每个人 你希望健康快乐 那你要 你要掌控你的心 那掌控你的心 最好的方法 我自己认为 来 多看佛像 佛的脸好不好看 好庄严哦 这边还有一个佛像 多看 看到佛的脸啊 哎呦 你 每一个佛啦 特别弥勒菩萨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看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说 你不喜欢笑心情不好 请看我这样胖胖 他都不会嫌身材不好 那就胖胖 很肥 但是我们看得好亲切 所以我们出家人去吃饭 一定要看看弥勒菩萨 所以 而且他的耳朵一拉 拉多长都没问题 这样 因为他代表没骨头一样 温暖 那弥勒菩萨以这个欢喜心 劝我们不要吃肉啊 对不对 我们要快乐 不要给众生不快乐 这些简单的方法 所以弥勒菩萨说 当你看到我 你心里就会欢喜 用他的像 度我们 所以我想各位 学佛 我碰过很多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的特色 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 他有事没事都在笑 所以你做坏事 他也笑 为什么 祖父看到孙子做坏事 没问题 没问题 爸爸要打了 祖父说不用打 没问题 疼他就好 爱他就好 所以很多父母会觉得 哎呀 我爸爸妈妈太疼我儿子了 把孙子宠坏了 这样啊 但是佛就是这样 佛 佛就是永远原谅你 永远爱你 但是他还有圆满的方法 让你没有痛苦 他不但爱你又有方法 但这个方法 如何让对方接受呢 那就是因为他充满了 没有恨的 完全 念一下 完全接受的爱 你不好 你好 他都接受你 从接受里面去影响你 那我想我们学佛呢 就要开始学佛了 这种精神 就像我以前 我师父 赞成我去跑监狱 然后呢 我去监狱才知道 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 他们比我还聪明 而且还敢杀人 我都不敢 但是 那怎么去跟他们说呢 他们的生命经验 都比我们强 杀人 放火 吸毒 卖毒 所以 后来我就讲 那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我很快乐 什么快乐 我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叫我住在里面 我很快乐 他们就问我 你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 因为 我没有欲望 我没有恨 我住在哪里 心如果安 东南西北都平安 心 无所求 心里只想 帮助别人 当然我去监狱 我会跟他们说 谢谢你们 让我快乐 因为 我要把爱 而且是爱男人 不是爱 男人 爱男人 监狱还有好处 光头 爱光头 里面都是光头的 一般你会觉得说 我就爱有钱人 我就爱漂亮的人 但是到 那里面 他们都是杀人 放过 强奸 吸毒 但是 原来我师父说 你多进去 对你有好处 你就会一直培养 慈悲心 欢喜心 特别有些 你已经知道 他快被枪毙了 我们在台湾 还会枪毙 他们还要叫我们 事先 这个人要枪毙了 不跟他通知 先找个机会 让法师 或是牧师 跟你讲讲话 传传道 希望你安息 或是希望你超度 因为监狱也不希望 你在里面做鬼 监狱比我们还怕 对不对 他在那边要枪毙 他要请我 师父 现在超度超度 意思说把他们带走 死了不要留在我们这边 监狱更怕 所以当然不管他的动机怎么样 我们都接受 念一下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好不好 你不要觉得别人利用我 但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人家才要利用你 所以站在佛教 我们所学的各种的能力 都是希望大家多利用这些能力 阿弥陀佛说 你没事多念我名字 他不会讨厌你 你多念他名字 他的光就可以展现出来 他的爱就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当然到那边以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在这边 我佛经读那么多 这个道理跟他们讲 没有用 他们要 我给他们一个感受 感受 今天的主题 等一下 自在于慈悲 就是说 我很自在 而且我也要让他们很自在 大家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再来 从我们身上感受到 我是来爱你的 来关心你的 但是这种爱跟关心的 一点压力都没有 自在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今天你生病了 今天你前辈倒了 今天你爱情受到一点痛苦了 你还能够平静 这个叫自在 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 后面这一尊再念下来 南摩大志 文殊势利菩萨 Ong Alapajanadim 他是他的咒语 他那一支箭 这支箭干嘛 断除烦恼 不是光自己的 希望众生的痛苦烦恼 统统消除掉 所以那你要有智慧 才可以把这个烦恼 断除掉 所以文殊菩萨 讲的智慧 除了断除烦恼 还有一种更高的智慧 来服务众生的能力 这个文殊菩萨 无所不能 天文地理 算命什么 无所不能 因为他学这么多呢 他就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一方面自己没有烦恼 二方面有帮助各种痛苦的能力 那在佛教里面叫慈悲 慈就是我要给所有众生 因为我而快乐 悲呢 我要让所有的生命 不光人 所有的生命 因为我脱离痛苦 那各位我想 我们很喜欢慈悲慈悲 这两个字 那各位叫决心 念一下 大慈弥勒 大悲观音 那我们要去学 弥勒菩萨怎么给众生快乐 所以我刚刚跟我们这里面说 有机会 我们来跟这些老人聊天 我来告诉他 将来你可以去一个 弥勒菩萨的地方 好快乐 可以结婚 有小孩 而且每天都很快乐 叫都帅内院 那你只要供个花 多念弥勒菩萨 将来就可以去那边 而且去那边 寿命多长呢 念一下 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 而且这个寿命圆满了以后 不会去堕落地域轨道 寿命圆满了 就跟弥勒菩萨来这个世间 弥勒菩萨成佛了 那你就可以开悟了 那这个叫龙华三会 只要你呢 供供花 多拜弥勒菩萨 就跟他结缘了 甚至你这辈子 愿意守五戒 菩萨生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那缘分更深 甚至你这辈子 愿意守一天 八观再戒 各位听过了 诸八戒 八观再戒 这个五戒跟八戒 差在哪里 五戒是不要伤害 那八戒呢 为什么用猪呢 不要贪心 那一天不化妆 那一天男女分开睡 那一天晚上不吃饭 那一天不看电视 唱歌 就不贪心 除了不伤害众生的五戒 再加上不贪心 那一天不化妆 没有各种欲望 那你就跟弥勒菩萨结缘了 将来不但现在快乐 将来也快乐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喜欢学学佛法 目的呢念下来 现在快乐 这一辈子快乐 来世更快乐 这是学佛的重点 你不能说 师父我命好苦 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还会念苦 很奇怪 你没有专心 因为你边念佛边念老公 所以不行 你边念佛边念儿子那不行 你边念佛边念我在生病那不行 为什么念佛会快乐是 你要把你的生病啊 金钱啊 因为那个时候很痛苦 这个时间很苦 所以我不要想这个 我专心念阿弥陀佛 这样会不会快乐 你不能说 边念边哭 人家念佛在笑 你在哭 因为我很痛苦啊 我一直想痛苦 一直念佛 这不是 你要念 没关系 时间很短 但很专心 想着极乐世界的快乐 想着阿弥陀佛的慈悲 想着念佛怎么帮助众生 所以佛说阿弥陀经 就告诉你极乐世界的快乐 各位明天啊 我带各位出去玩啊 一人发一百万美金啊 然后玩遍世界啊 光讲你就快乐了 骗一骗也快乐 但是 但是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在念佛就是 这个还不是骗你 各位 有没有极乐世界 百分之一百 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 有没有什么条件 没有 不要半毛钱 你只要相信 我相信极乐世界 我相信阿弥陀佛 然后 如果极乐世界 你相信真的存在 各位 愿不愿意去 愿意 太好了 心里就好快乐 那你现在就快乐 不要烦恼了 你这辈子也快乐了 你来世更快乐了 所以我自从学佛以后啊 在家啊 我就告诉自己 我从今天开始 我从今天开始不再烦恼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用烦恼 因为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真的 爱情是真的吗 儿女是真的吗 名望是真的吗 都是假的 这个假的你注意看 所以你现在身体很痛 假的 因为它会过去的 跟女人一样 生小的时候 以后不生了 以后不生了 下回再生 生不完 因为没生到男生 因为他觉得 因为他那个痛过去 他就忘了 所以 所有的快乐 所有的痛苦 都是暂时的 不会永远存在的 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这样 所以你就不会紧张 不会怕 各位要是告诉自己这个 虽然佛教的道理 听起来很深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有时候讲这个太严肃了 那你如何安慰自己的方法 去安慰别人 就像有人帮我按摩 针灸 哇 很痛 但是我想说 这个痛一定会过去的 因为痛完就不痛 你越 抗拒他 你越痛 所以我告诉各位 每个人都会生病 但是你越排斥他 我要赶快吃药 我要赶快想办法止痛 我要去打止痛剂 他就越痛 但是 就像你在打坐 打坐你脚会酸会痛 但是你接受他 因为 痛不是我的目标 专心念阿弥陀佛 我专心想佛法 那才是我的目标 这个痛一下就会过去了 因为他又会酸 又会不酸 又会酸 又会酸 又会不酸 那你就放下 所以内心的快乐 来自于 你也叫 放下 不执着 好不好啊 今天你去弄头发 对方给你弄了一个很丑的 没关系 当做没看到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 气死我也 你自己找麻烦 人都会这样 你把它转移 你把它转移 你不转移 你就一直想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但是事实上 老实说 家人 家人 看你不是你的外表 因为大家相处那么久 看你是你的心态 我们看爸爸妈妈 不是看他的外表 你买个好吃的 他吃了 在笑 你好快乐 所以老实说 真正的快乐 在你的心态 那外表也好 金钱也好 世上的是暂时的 暂时 面子 有钱跟没钱 是一个感受 对不对 我是有钱人 我是个乞丐 那也是个感受 那也无所谓 我只是我是个乞丐 我坐在海边 多好 一个人在那边吹风 多快乐 所以我们出家人 就是感受这个 佛陀教我们 身上不要带钱 没有家 睡在树下 穿着死人的衣服 古时候的佛陀 出现都是死人的衣服 拼起来的布 然后呢 多自在 所以我认为 各位应该 偶尔 要去享受一下 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去海边 拿一个便当 带几瓶水 就在那边吹海风 看天空 喂鸟 你要觉得很快乐 你要开始念习 念下来 孤独的快乐 不依靠的快乐 对 如果你不依靠对方 你就不会给对方压力 你很依赖对方 你不要离开我 我跟你讲 你已经给对方压力了 然后对方 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他也不快乐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有交过女朋友 我都跟对方说 如果你要跟我分开 电影看完再讲 不要影响我看完电影 但是往往都是 我跟他讲 我们分开好不好 对方就开始哭 这个很难搞 这怎么办 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过去世的吧 我很怕 对方爱上我 那我就完蛋了 这样 我就觉得不自由了 我就觉得很痛苦了 所以 因为我觉得 对方也会痛苦 我也会痛苦 然后如果不要 加上这种 这种约束 就不会痛苦 当然这是 这是自己的心态的习惯 所以 快乐不是拥有 享有它 但是不要占有它 可以 有一句话 我问各位太太 老公是谁的 你不是说我的 儿子是谁的 我的 你会很痛苦 这个我就是 你是主宰 你给我好好听话 晚上回家 你会很痛苦 然后那个老公就觉得 我好可怜 妈妈管完以后 太太管 不自由 当然女孩子也会解释 因为我爱她 因为你不爱你自己 你让你自己痛苦